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义和性质 今天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学习分数加减法 你们准备好笔和本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吧 现在我们国家高度重视垃圾分类问题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从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了 生活垃圾分为其他垃圾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四类 当天我对小区垃圾进行了调查统计 请看 在可回收物中 大多数是废纸张和废金属 在有害垃圾中 废油漆和废电池比较多 谁能说一说 你知道了什么 还想知道什么 小华说 我想知道废纸张和废金属共占可回收物的几分之几 兰兰说 我想知道废油漆多还是废电池多 多的占有害垃圾的几分之几 那我们就先来解决小华提出的问题 好吗 你想怎样解决呢 小刚是这样想的 要求废纸张和废金属共占可回收物的几分之几 就要把这两部分合并起来 虽然这两部分是用分数表示的 但是与之前学过的整数加法 小数加法的含义一样 需要用加法计算 列式是十分之三加四分之一 小美说 我同意你的算式 可是计算的时候遇到了困难 请同学们和我一起看算式 这两个分数的分母不同 计算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大家听到小美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像这样分母不相同的两个分数相加 也就是一分母分数加法 该怎样计算呢 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写一写 画一画 算一算 试着解决一下 开始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想法 写一写 说 我想到把这两个分数都画成小数来计算 十分之三加四分之一 也就等于零点三加零点二五 等于零点五五 然后再把零点五五画成分数 一百分之五 约分之后是二十分之十一 小华说 我是借助画图的方法来解决的 但是在画图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想请大家帮忙 我是这样画的 把一个长方形看作单位一 平均分成十份 一份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三里有三个这样的十分之一 我就把这三份图成紫色 四分之一是把单位一平均分成四份 一份就是四分之一 我把它涂成蓝色 然后把这两个涂色部分合并起来 我想用三加一等于四 可是总觉得很奇怪 得到的这个四到底表示什么意思呀 是四个十分之一 还是四个四分之一呢 还是其他分数 总之我有点困惑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萱萱说 我觉得这两个部分不能直接相加 因为它们每一份的大小不同 也就是分数单位不同 只有把它们都变成相同分数单位 才可以直接相加 于是我想到可以利用第四单元学习的通分知识 把分母不相同的分数通分成分母相同的分数 这样分数单位就相同了 也就可以直接相同分母相同学习的分数 看到分母是十和四 我就想到通分成分母是四十的分数 这样十分之三就通分成四十分之十二 四分之一就通分成四十分之十 再把四十分之十二和四十分之十相加 就是十二个四十分之一加上十个四十分之一 一共是二十二个四十分之一 也就是四十分之二十二 再约分化减 最后得到二十分之十一 小华点了点头说 哦,我听明白了 十分之三和四分之一 因为分母不同 分数单位就不一样 不能直接相加 需要先通分成分母相同的分数 才能再相加 看到分母十和四 我想到它们的最小公倍数二十 然后把十分之三通分成二十分之六 把四分之一通分成二十分之五 这样分数单位就相同了 转化成了二十分之六加二十分之五 这样的同分母分数加法 六个二十分之一加上五个二十分之一 一共是十一个二十分之一 也就是二十分之十一 所以十分之三加四分之一 就等于二十分之一了 谢谢你的帮助 方方说 我也是借助图来解决的 请同学们和我一起看 废纸张 废纸张 占可回收物的十分之三 废金属 占可回收物的四分之一 要想把这两部分合并在一起 就要先统一分数单位 这时候 我想到 十和四的最小公倍数二十 所以 把单位一 平均分成二十分 每一个小扇形 都是单位一的二十分之一 废纸张 占其中的六分 是六个二十分之一 也就是二十分之六 废金属 占其中的五分 是五个二十分之一 也就是二十分之五 两部分合并在一起 一共是十一分 也就是二十分之十一 同学们都特别会学习 在遇到新问题 一分母分数加法的时候 转化成我们学过的 小数加法 或是同分母分数加法 进行计算 从而 从而解决了废纸张和废金属 共占可回收物的几分之几问题 真了不起 接下来 我们试着解决 废油漆多 还是废电池多 多的 占有害垃圾的几分之几 这两个问题 赶快试试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的想法吧 杨阳说 要想知道废油漆多 还是废电池多 就是比较十分之三和二十分之三的大小 因为这两个分数的分子相同 比分母 分母小的分数就大 所以十分之三大于二十分之三 所以废油漆多 要想求多的占有害垃圾的几分之几 就应该用十分之三减二十分之三 这与整数减法小数减法的含义相同 请同学们和我一起看算式 我是把分数化成小数来计算的 十分之三化成0.3 二十分之三化成0.15 再用0.3减0.15等于0.15 最后把0.15化成分数 二十分之三 东东说 我计算十分之三减二十分之三时 是借助画图方法解决的 因为十分之三和二十分之三的分母不同 分数单位也就不同 所以每一份的大小不同 不能直接相减 要先统一它们的分数单位 也就是把一分母分数转化成同分母分数 先找分母十和二十的最小公倍数二十 然后把单位一平均分成二十分 这样十分之三就转化成二十分之六 把二十分之六和二十分之三相减 就是从六个二十分之一 分数单位不变 还是二十分之一 只把分数单位的个数相减 也就是把分子六与三相减 最后得到二十分之三 你们特别会思考 学习了一分母分数加法后 举一反三 探究出一分母分数减法的计算方法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 回想一下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兰兰兰说可以把分数化成小数来解决 也可以借助通分的方法 把分数单位不相同的一分母分数 转化成分数单位相同的同分母分数来解决 杨阳补充道 一分母分数相加减的计算方法 就是先通分 然后按照同分母分数加减法进行计算 大家总结得特别好 看 垃圾分类中藏着这么多的数学问题 同学们不仅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还探究出一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 希望同学们都能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会遇到这样的分数实际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 莉莉的妈妈来到厨房 准备给她做午饭了 厨房的桌上有一杯莉莉给妈妈沏好的柠檬蜂蜜水 你知道了什么 还想知道什么 东东说 我知道莉莉用二十五分之二千克的柠檬蜂蜜 和二十五分之六千克的水 冲了一杯柠檬蜂蜜水 我想知道这杯柠檬蜂蜜水 一共多少千克 同学们 你们能解决 东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吗 试试吧 小刚是这样想的 要想知道 这杯柠檬蜂蜜水 一共多少千克 就要把柠檬蜂蜜和水 这两部分合并起来 列试试 二十五分之二 加二十五分之六 我发现 这两个分数的分母相同 说明分数单位相同 就可以直接把分数单位的个数相加 两个二十五分之一 加六个二十五分之一 一共是八个二十五分之一 也就是二十五分之八千克 妈妈喝了这杯柠檬蜜蜜水后 准备用黄豆面和玉米面做面饼 玉米面用了十二分之五千克 黄豆面用了三分之一千克 同学们 你知道了什么 还想知道什么 小美说 我知道了 小美是这样想的 要解决了解决了解决玉米面和黄豆面 一共用了解决玉米面和黄豆面 根据分数加法的含义 用十二分之五加三分之一 在解决的过程中 我遇到了问题 刚开始 我想把分数化成小数来计算 但是发现 这两个分数都不能化成有限小数 所以我改用通分的方法 先统一分数单位 求出分母十二和三的最小公倍数十二 然后把三分之一通分成十二分之四 五个十二分之一加上四个十二分之一 一共是九个十二分之一 也就是十二分之九 它不是最减分数 需要约分化减 最后结果是四分之三千克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 这里的三分之一 十二分之五 表示的是黄豆面和玉米面使用的具体数量 得到的四分之三 表示两种面一共用了多少千克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在四分之三后面要写单位名称 真是一个善于思考又细致的孩子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发现分数不能化成有限小数后 用通分的方法把一分母分数 转化成同分母分数进行计算 还关注到了 有的分数表示的是具体的数量 计算后需要写单位 这两个经验 这两个经验真的很重要 感谢你的分享 同学们 四分之三千克这个计算结果对不对呢 你们有办法验算吗 小华说 我觉得可以用最后得到的总质量 四分之三千克 减去玉米面的质量 十二分之五千克 得到三分之一千克 与黄豆面的质量相等 说明计算正确 由此我发现分数加法 可以用分数减法来验算 这与我们之前学过的 整数加法 小数加法 验算的方法是一样的 这位同学非常善于迁移 找到了分数加法的验算方法 那第二个问题 大家能解决并验算了吗 莉莉是这样想的 求的是玉米面比黄豆面 多多少千克 根据分数减法的含义 用十二分之五减三分之一 先通分成 以十二和三的最小公倍数 十二为公分母的同分母分数 三分之一通分成十二分之四 从五个十二分之一里 减去四个十二分之一 还剩一个十二分之一 也就是十二分之一千克 我还用加法验算过了 是这样验算的 请同学们和我一起看 我用玉米面比黄豆面多的质量 十二分之一千克 希望同学们把分数加减法的验算 有关分数加减法计算问题的 小刚说 如果分数可以画成有限小数 我们可以借助分数画小数的方法 把分数加减法 画成小数加减法来计算 方方说 我回想起了三年级时 学过的同分母分数计算 因为分母相同 也就是分数单位相同 就可以直接把分数单位的个数 相加减 也就是把分子相加减 需要注意的是 最后的结果要画成最减分数 小华说 借助画图的方法 我理解了 为什么在解决一分母分数加减法时 要把一分母分数转化成同分母分数 因为一分母分数分母不同 也就是分数单位不同 每一份的大小不一样 所以不能直接相加减 蓝蓝说 一分母分数相加减 需要先通分成同分母分数 然后按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 进行计算 东东还发现 分数加减法不仅含义与整数加减法 小数加减法的含义相同 验算方法也相同 同学们特别会学习 把新学的知识与以前学过的知识相联系 这样就会在我们的头脑中 形成知识网络 融会贯通 课后请大家完成下面两道题目 数学书第91页第一题 第95页第一题 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分数加减法 请同学们提前准备好笔和本 今天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